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亲正 能够亲正 好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文章的稍微内容有点长 好 开篇呢 他先从易经开始讲 说易智太约 上下交而至同 那么易经中的太卦 太卦说呀 上下交好通气 他们的易智就会相同 就会合同 这个太呢 就是地天太 这个太是个卦象 是个易经的六十四卦的卦 就是地天太 这个卦 地天太卦 说上下交而其至同 那么如果说上下交好通气呢 他们的易智就合同 其脾约 上下不交而天地无邦 这里是第二个易经中的第二个卦象 叫天地匹卦 天地匹 也就是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天地匹卦 匹的本意就是堵塞不通的意思 匹卦说什么呢 上下阻隔国家就要灭亡了 不交嘛 阻隔 该上之情打于下 下之情打于上 上下一体 所以为太 因为上面的意图啊 能够通到下面 下面的意见呢 也能够传到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 上上下下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就会叫做什么呀 太 太就是好的意思啊 下之情拥于而不得上文 上下间隔 虽有国而无国以 所以为匹 那么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 就是庸淤 庸淤就是阻塞的意思 然后不能传到上面 那么上下之间就会有隔膜 虽然名义上有国家 但实质上却没有国家 这叫做什么呀 匹 这叫做匹 匹色不同 交则太 不交则匹 自古截然 而不交之必 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这一句话呢 就提出了从易经的道理啊 交于不交的道理 就提出了现在的存在的问题 上下通气就会太平 上下阻隔就会匹色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但是上下不通气的弊病啊 没有像近代这样厉害了 也指出了现在的问题 就是上下不通 君臣相见 只于失朝数克 上下之间将奏批达相关节 行明法度相维持而已 那么君臣呢相互见面 只在皇上临朝的 短短的那一时间之内啊 上下之间呢 只不过是只靠一些奏章 批达相互关联 然后用名分和法度 来彼此维持罢了 也就是说 下边的大臣呢 很难见到皇帝 然后亲自跟他讲事情啊 非读严习故事 与其地势使然何言 这不单是由于遵循老规矩 也是地位和形式造成的 造成的 为什么呢 那下边讲为什么 皇帝的地位之高啊 国家常朝于奉天门 未尝一日费 可谓秦义 那么的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 没有一天的间断 可以说是秦于正式了 然堂毕玄爵 威义贺义 然后御史就以红炉举步如法 通正思 引奏上特四肢 谢恩见词 拽拽而退 上何尝至一世 下何尝尽一言斋 这是讲啊 但是啊 朝堂和台阶啊 相距非常的远啊 堂这个堂 堂毕玄爵 其实堂街啊 就是大堂和这个台阶啊 相的相隔的特别远 皇帝的威仪呢 又显赫盛大 御史纠察朝建的礼仪 所以叫纠仪啊 御史 官名 洪卢 洪卢呢 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啊 这也是官职啊 洪卢 通正思呢 通正思啊 代为承上奏章 然后皇上呢 只是随意的看看 翻翻啊 臣子呢就谢恩告退 然后心神不宁的就退了下来啊 拽拽不安的就退了下来 皇上又何曾处理过一件事情 臣子又何曾说过一句话了 就量着就没有交流啊 此无他地势玄爵 所谓唐上远于万里 虽欲言无有掩掩 这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主要是由地位的权势的悬殊造成的 所谓 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唐上啊 比万里还要遥远 虽然想进言 却无从说起啊 这是从地位上来讲 就是大臣的地位和皇上的地位啊 相差太遥远了 予以为与上下之交 莫若复古内朝之法 那这里边就提出他的意见了 他认为应该复古内朝之法 我认为要想做到呢 上下通缉呢 必须恢复古代的这样的内朝的制度 盖周之时有三朝 库门之外为正朝 寻谋大臣在焉 他说啊 就是要恢复古代的这个内朝制度 说周代的时候啊 有三种朝建方式 第一种呢 是在库门的外面 这叫正朝 那么顾问大臣呢 都守候在这里 叫做寻谋大臣 也就是顾问大臣 路门之外为治朝 日施朝在焉啊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路门的外面呢 就叫做治朝 那么皇上呢 每天就在这里呢 接受百官的朝建啊 然后路门之内 约内朝 一约宴朝 也就是说 路门的里面呢 是内朝 也叫做宴朝啊 宴朝 这里边就是 周朝时候的三朝制度啊 好 玉造云 玉造呢 是礼记上的一篇啊 礼记 玉造上说什么呢 君日出而失朝 退世 路秦听政 那么君主啊 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去上朝 退下来的时候 就到路秦 处理政事 路秦呢 是个 皇上啊 处理公务的一个 一个宫殿啊 叫路秦啊 盖师 盖师朝而见群臣 所以正上下之分 听政而是路秦 所以通远近之情 那么为什么要分开呢 他说了 上朝的时候 接见群臣 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 处理政事 却到路秦 是用来疏通远近的 什么呀 意见 也就是做着自己考虑啊 好好考虑了一下 汉治啊 到了汉朝 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 势中散其朱利为中朝 到了汉朝以后 大司马啊 左右前后将军 势中散其朱利都是中朝 丞相以下 指六百旦为外朝 那么丞相以下到六百旦的官员 都叫做外朝 这个六百旦呢 他指的是俸禄啊 比如说两千旦啊 在先上是两千旦 然后按照俸禄呢 来划分这个 划分这个级别啊 唐皇城之北 呃 之北南三门啊 日月成天元正 东至受万国朝贡 啊 则欲焉 盖古之外朝也 那么到了唐代呢 唐代的皇城的北面 靠南的第三个门啊 之北南三门 那么意思是是 他的北面的靠南的第三个门 叫做什么呀 成天门 那么在成天门干什么呢 到了元旦和东智的时候 元正就是元旦 元正 元正的就是元旦 然后到东智啊 受万国之朝贺 接受各国的朝贺进贡 皇上才到这里来 这里原来呢 就是古代的什么呀 外朝 其北约太极门 其西约太极殿 朔旺则坐而失朝 盖古之正朝也 那么 他的北面那个门呢 叫什么门呢 叫太极门 呃 太极门 然后他的西面呢 叫做什么呢 太极殿 朔旺就是每年呃 每个月的初一旺是十五 初一十五呢 皇上就坐在这里接受群臣的召见 呃 这就是原来古代的什么呀 正朝啊 右北约两个宜殿 常日听朝而失事 盖古之内朝也 那么在北面的叫做两宜殿 平日呢 就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正事 原来就是古代的什么呀 内朝啊 这是从周朝说到了汉朝 又说到了唐朝 刚才接着往下说宋朝了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 五日已起居则垂宫殿 正诞冬至圣节称赫 则大庆殿 寺宴则紫臣殿 活基因殿 世晋时则重圣殿 就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平时则召见呢 是在文德殿 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 是在什么呀 垂宫殿 这出了很多殿的名字 文德殿垂宫殿 等到元旦冬至 皇上的生日啊 祝诵授贺 是在什么呢 大庆殿 然后这个次宴呢 是在紫辰殿 或者是基因殿 紫辰殿或者基因殿 那么近时的面试呢 他是在重政殿 侍从以下 五日以元上殿 位置轮对 则必入臣时 实证厉害 那么自侍从官以下呢 每五天都有一名官员上殿 叫做轮班奏队 他必须进来 陈说当时政治的得失 政治的得失 内殿引荐 一活赐座 一免穿靴 盖意有三朝之 一亿言 一亿言 那么在内殿呢 进行引荐啊 有时呢 会赐予座位 有时呢 免穿靴子 免穿靴子 这大概还是有的 还保留着三朝的意思吧 盖天有三元 天子向之 这里边指的是 三元呢 就是上天的 天文有三元 这是指的是中国古代啊 的天文学生呢 他把那个星星啊 把星空分为三元 三十二十八九 然后呢 三十一个天区 然后呢 三元指的是太维元 子维元 还有天士元 他既是这种星官的名称呢 也是天区的名称啊 他说天空啊 有这么三元 天子呢 就仿效他 正朝向太极也 外朝向天士也 内朝向子维也 自古然矣 那么呢 因为呢 这个外朝呢 就正朝呢 就仿效太极 外朝呢 仿效的是天士 内朝呢 仿效的是子维 自古以来呢 都是这样子的啊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